大家好,我是姜茉莉 萝卜和梨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两种食物 萝卜我们平时都是把它当作蔬菜来食用 把梨当作水果来食用 却从来不知道它们两种食材可以一起来食用 而且它们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把它们放在一起煮水喝 其实还有你意想不到的作用 首先准备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萝卜去头去尾 再把它放入一个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一勺食盐放在萝卜的表皮上面 把萝卜的表皮好好地搓洗一下 将它搓洗干净 很多人都会直接把萝卜皮给它削掉 那样太可惜了 其实萝卜皮的食用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而且萝卜皮中含有芥辣素 同样的吃了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洗好后将它控水捞出 接下来再把萝的表皮给它湿润一下 用同样的方法往上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把萝的表皮给它搓洗干净 萝卜皮一般都比较厚 而且口感吃起来还有一点发硬 所以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都是直接把它削掉 因为它不是那么的好吃 其实萝皮的作用也非常的多 扔了的话实在是有点可惜 搓洗干净之后控水捞出 重新加入适量的清水把白萝卜和梨给它清洗一遍 清洗好之后将它控水捞出 先把红萝卜一分为二 我们取一半就可以了 再将它对半切开 最后再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得越薄熟得越快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洗干净的梨将它对半切开 再一分与二 再把中间的狼切去不要 因为我们的这个汤是要连着果肉一起食用的 所以中间的狼一定要切去不要 最后改刀把它切成薄片 这样给它切一下营养才能更好的释放出来 切得越薄熟得越快 这样能减少煮制的时间 梨是一种水分很充足的水果 像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干燥的时候 我们要多吃一些水分比较充足的水果 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再往里面加入没过梨片的纯净水 用勺子搅动搅动让它在清水中浸泡着备用 这样能有效的防止里氧化变黑 接下来小碗中再准备一小把枸杞 加入少量的清水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下手给它抓洗抓洗 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它可以有效的把枸杞折住里面的灰尘和杂质 吸附干净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水已经变得非常的浑浊了 再把脏水倒掉 重新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它多淘洗两遍 直到把水洗至清澈为止 洗干净之后倒入漏勺中控干水分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口砂锅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一次性要加够 中途不要再加水 然后再盖上盖子开大火让它煮开 水开之后再把萝卜片和梨加进来 用勺子给它搅动搅动使它受热均匀 然后再盖上盖子转中火给它煮上20分钟左右 把梨和萝卜煮软煮熟 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再打开盖子 哇好香哦 现在就能闻到一股萝卜和梨的清香味了 特别的好闻 接下来再把洗干净的枸杞加进来 给它搅动搅动 加入枸杞能使做出来的汤汁更加的营养 而且还能增加甜味 接着再给它加入几粒冰糖 用勺子给它搅拌搅拌使冰糖溶解开 炎炎夏日天气干燥要多补充水分 家人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把所有食材充分的煮至融合 把冰糖煮至融化大概五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一道非常解渴又营养的养生汤就这样做好了 把它放置温热咬入碗中就可以开喝了 把这几种食材放在一起煮 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喝起来的口感又香又甜 非常的美味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食材家家户户都有 这道汤一家老小都可以喝 这两种食材它们都富含了丰富的维生素 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等多种的营养 在夏天这样熬水喝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里面的萝卜和梨煮制的非常软烂 吃起来的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连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就要牟利天天分享 谢谢大家 咱们下一个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 请收藏 各种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